哈囉大家好 我是皮特芬 好久不見到各位 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 仙境傳說初心之戰 這一版的話很像在以前就已經有出現了 在入版的話叫巴風特之怒 也是在昨天的時候才查到的啦 但可能我在更早之前就知道巴風特之怒那款遊戲 但是人家都沒有上市 然後現在呢 突然初心之戰就給它蹦出來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玩到現在40等 應該已經差不多可以二轉了 那我們到時候再去二轉來看看 二轉之後會有什麼不一樣 那簡單的說呢 這個遊戲最屌最屌的地方 應該就是它的畫面了 它的畫面呢 應該跟所有的手機版的RO都不太一樣 唯一有跟電腦版一樣的應該就是那一款女武神之歌 那一款的話呢 畫面也跟電腦版是差不多 不過它的玩法呢 跟電腦版就有不一樣的區別 而這一款呢 像什麼新世代誕生我在玩的手艾 然後艾如初見 他們雖然說都是RO沒錯 也都有什麼弓箭手那六大之夜 然後呢 也有一些卡片系統 但終究他們的畫面呢 終究是不同的樣子 應該有玩的應該都知道 就是跟原版不一樣啦 那這個版本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原味 對 如果你是為了這個皮的話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它練功的方式呢 也跟以前一樣 然後如果你也是不喜歡手動練功的話 你就是喜歡純粹掛機 當一個高級電子機在玩的話呢 那當然這一款遊戲會非常非常的適合 但是呢 沒錯 要知道它現在已經是2024年了 它終究呢 是一款手機遊戲 所以手機遊戲會有什麼呢 它有一個最可怕最可怕的 就是所謂的 戰力系統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戰力系統這個東西 因為戰力系統 換句話說啦 其實戰力系統就是可以被爸爸去拼排名的 那如果今天不是我要去拼排名的話呢 我之前要玩開心一點 但是可能會因為戰力系統的關係 而導致遊戲失去一種 我想要逆天玩法 然後可能會不好的戰力的一個狀態 因為戰力系統這種東西就等 是可以去有一些方式去把它洗上去 一定是有啦 只是這個遊戲我還沒發現 不知道怎麼洗而已 那未來的話呢 可能如果要玩的話呢 戰力系統的東西應該是有一些東西可以讓戰力假裝的給它撐上去 可能說是我弓箭手 但是我撐個魔法攻擊 我的戰力也會給它上去很多 好啦 那接著是這個遊戲的 除了皮以外的所有東西 如果你有玩過類似的線上遊戲 不要說是先進傳說好了 只要是現今的遊戲的話 應該都會有的系統 像是一大堆的活動啊 然後我們的基本的操作都會在這裡 可是我覺得這個遊戲的操作 我拿我在玩的新世代舉例好了 我覺得它的操作沒有到非常的順滑 假設我今天要打是一個黑咕 好 我要放技能打它 對 有一種很大很大的盾丁 對 如果我今天未來是要操作跟人PVP的話 我可能是我現在剛玩第一二天的關係 還不熟悉它的感覺 但我整體而言玩起來 跟新世代的比起來 那個感覺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流暢 有一點卡吞 不知道說這會不會是所謂的技能延遲啊 或什麼之類的一個技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先不介紹個別的功能啦 我就講一些我個人想要講解的部分 首先呢 是這個遊戲的卡片 先進傳說最重要的就是卡片系統嘛 對不對 那這邊卡片的話呢 也是所有遊戲現在都會有的 有一種像是收集卡車的感覺 我今天只要把卡車存入的話呢 它就會增加相對應的能力 像我今天有黃蟲卡片的話呢 我把黃蟲卡片存入 它的攻擊速度就加了3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把本頁 像是第一張第三頁全部拿起來的話呢 它還有額外能力值的增加 但是像我在玩的新世代誕生 你今天存入卡片呢 是可以把它拿出來的 但是這邊是拿不出來的 那你說拿不出來這樣會很虧嘛 也還好 因為這個遊戲的卡片打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像我今天掛了一整個晚上 我打了6張 6個FG卡車 欸這就是6張卡片 我打了37張搖滾黃蟲卡片 真的假的 好 不要看這邊看起來很多對不對 但其實呢 也一點都不重要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卡片 它需要有一個卡片合成系統 對 沒錯 這個東西就有一點點 呃 升星的概念啦 這樣講沒錯 你看我們今天如果要卡片的話呢 這個也算 說好不好 說不好 欸 說好也沒有到多好 說不好呢 其實也還不錯 至少你會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呢 你想到有這麼多卡片要去農它 然後每一張卡片呢 都要給它農到這麼高星 當然可能選擇你要的 因為我現在還不知道星數給它合上去的話 會不會可以繼續存入 那我們這邊就要合合看 我這邊有37張搖滾黃蟲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如果沒有這張卡片的話呢 我還可以靠著其他東西 就把它合成上去 但是 我今天要一張一級卡片 我除了在搖滾黃蟲以外 我還要其他卡片五張 才可以合成出一張 哇 等一下這會不會太硬 但是如果今天我要一星的話呢 我必須要兩張搖滾黃蟲 再加上另外兩張卡片 所以硬要講 我要四張卡片一星才可以 那如果今天是二星的話呢 我需要兩張一星 一張四 然後四張零星的卡片 所以加起來總共是八張卡片 我這邊呢 我就沒有再算啦 我記得合成到七星的話 很像至少要一百六十幾張卡片 才可以給他硬到滿等滿星 所以我現在合成上去的話 應該也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今天就來給他合成一次吧 我今天打了35張卡片嘛對不對 欸 加上原本兩張 37張卡片嘛對不對 我這邊 好 合成上去 好 硬上去之後 我們這邊要再給他硬一波 哇 兩張欸 所以我這裡要八張才可以合成欸 我的天啊 好 八張 然後我先加靈巧 靈巧加我的攻擊力 應該還行啦 來 四張 給他上去 喔 一張二星了 可是一張二星我要合成三星的話 我要兩張二星才可以 所以這邊呢 我要再合成出 四張 喔 可不可以快速合成 好像是沒有辦法對不對 好 再一個二星 可是我二星又需要 我二星兩張了嘛 所以我這裡要再四張 我全部都用搖滾蝗蟲去硬上去就對了 我們原本是靈巧加 一嘛 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合到三星 我可以合三星 然後再六張 好 應該是沒有機會再合上去了 好 六張 我合出了一張三星 我的靈巧加了四 然後如果我今天到七星的話呢 我的靈巧會加到八 欸 那我這邊可以合成嗎 我看一下喔 呃 不行 所以其實我如果真的要的話 我就只需要收集到我要的卡片 然後給它收集到高星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一樣就可以插卡 我可以做替換的動作 把它替換上去 那你說 欸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只要插一張卡片 插到七星就可以了嗎 欸 剛剛搖滾蝗蟲在哪裡 欸 這個是鎧甲的部分 我只要插七星就可以了嗎 沒有 欸 因為它每一個卡槽 都有四個要解鎖 所以硬要講的話 你說這邊還原嗎 也沒有到真的還原啦 緊身變衣如果有玩遊戲 大家應該都知道 頂多就是一棟吧 有零棟跟一棟的嘛 可是這裡你夠有錢的話 應該是可以解鎖到四棟 沒錯 不過現在這個東西 還不知道怎麼拿 不知道這個解鎖之後還能不能再開 還是說如果真的可以 它每一個裝備都四棟的話 每一個裝備都四棟 然後假設我今天這個卡是頂卡 最完美的不能被取代了 所以我這張卡片要弄到滿星 我還要弄四張 那個戰力會有多差別有多大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但是呢 換句話說 爸爸們是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升級 而無客們呢 你有更多的地方 可以去慢慢的農這個遊戲 有一點瘋狂 真的是 有一點瘋狂 有一點瘋狂 但是你的上限就會變到非常非常的高 但你說 跟電腦版的感覺嗎 當然是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真的要玩電腦版的話 其實現在你用PC玩電腦版 電腦版也還是存在 雖然說那個感覺也不太一樣 而除了這樣子以外呢 還有其他的 我們的卡片呢 也可以給他融合 那我們一開始的融合的話 是精良F檔 我這邊按批量融合好了 我可以直接把它全部放上去 欸可以耶 這就是天堂的 合成的對不對 我今天往上合成 必須融合三個倍數 等一下 15好 5張 我獲得了5張 這有精良嗎 有精良 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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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機率說是50% 但也都給我上去 那我今天要合成精良1檔的話 這邊總共有17張 我們就給他合到底喔 17張 我再取出2張 好15張 所以有辦法上去嗎 哇沒有耶 爛了 50%的機會只有2張上去而已耶 剩下幾張卡就爆掉了 對雖然說卡片好打沒錯 但是要上去的難度也非常非常高 可是換句話說 欸還是要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我給他到傳說S檔的話呢 欸我們也只要用上 等一下我要從這裡開始看 好我們也只要用上其他的卡片去合成 你就有機會拿到傳說網卡 你說他好嗎 欸這個地方還不錯 你不一定要打王才可以帶王卡 但是你說他殘忍嗎 欸對他也超級殘忍 你不知道要花多少機率才可以給他上去 30% 你說30%很高嗎 你也只是拿到一張而已 我這邊呢還需要再給他合成上去 用最基本的 好我們來看假設虎王卡好了 欸最基本的你拿到一張 你有無限霸體沒錯 但你的生命只減少15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爸爸的話呢 我除了無限霸體外 我今天弄到底我的生命值還會增加 我的debuff還會減掉 當然對於一般玩家而言 這點數值可能覺得還好 25%而已嘛 差不了太多 但是對於爸爸己而言的話呢 可能就差非常多 而且要知道這種卡片的位置呢 總共可以差到四張 所以他可以同時差月月貓 又同時差虎王卡 而且月月貓的話是移動速度加200 這個數值跟電腦版的數值又不太一樣了 我們等一下用攻速來舉例 那移動速度可以加到2000 那這個移動速度差起來就差非常非常多 如果我今天五星的話 而且如果他又可以疊加的話呢 我今天差四張不就差到4000 這個東西也是之後的事情之後再說了 好那我們這邊先簡單的看一下 我現在用的是全敏捷啦 因為我想要看攻速 那這個攻速的話呢 跟電腦版也是不太一樣的 他這邊是224 不是電腦版的極限到193 我不知道現在四轉之後有沒有改版 我也是蠻久蠻久沒有去玩了 那224的攻速的話其實有一點快 老實說我覺得偏快 我們這邊一打這個為主 然後我把技能給他放下來 那這個技能的方式我覺得 比較偏向艾如初見嘛 我比較沒有玩那麼艾如初見比較不爽 但是跟新世代誕生玩起來也不太一樣 好這邊來看一下他的攻擊方式 那他的AI會有點蠢 像中間有一個非常大的鴻溝 他就不會過去去打那 他就不會在這個地方去打那個怪物 而且他一定會去鎖定那隻怪物 然後打完他他才會換下一隻怪物 這點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好啦這邊可以看到他的攻速 欸明明是還沒二轉的弓箭手 如果是for電腦版的話呢 攻速應該不會到這麼快才對 除非你的裝備非常非常承擔 至少在我當時那個年代 應該是沒有辦法的啦 好那接著還有一個地方 我也覺得蠻特別的是 他的怪物的部分 剛剛那個是奧丁 欸那個有機會介紹之後再介紹 好那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是要打裝備的話 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都是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打到綠綿蟲對不對 或是只有一些地方 然後全世界的綠綿蟲 全RO地圖的綠綿蟲 應該都是長同一個樣子 但是這裡呢不太一樣 欸沒錯可以看到 挖了這裡的綠綿蟲 有到91到100等 如果我們今天點他的話 哇這什麼綠綿蟲啊 等一下 太扯了 但是呢也不知道說這個東西 會不會我今天打比較高級的綠綿蟲 他的機率會比較高 還是說就都一模一樣 如果機率比較高 那卡片又會掉的更好掉 應該是吧 如果機率都一樣 那我幹嘛去打高級的東西呢 只是為了讓我練功而已嗎 雖然說後面有一些東西 是不一樣的東西啦 欸但 就蠻奇怪的 反而就是他只是一個皮 他不是真正生存在這個世界裡面的 怪物的一種感覺 這是我玩RO的樣子 因為RO的話感覺 你看我波波利 RO地圖也超多波波利 但是全世界的波波利都長一樣 但是這裡的話呢 欸不見得 每一個地方的波波利都長得不太一樣 有些地方可能還會強到一個不可思議 那我隨便看一下 光芒草的話 欸草是草是一樣的啦 欸草的生命值一樣 那草本來就不會攻擊 好啦這點是讓我覺得有點出息的 然後連mini的部分呢也是 像這邊藍風兔是25等 但是下面這邊呢也還沒有 剛剛可以看到很多啦 你看幽靈波利這邊就有兩隻 波利之王這邊有兩隻 那等級的話呢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然這個樣子呢也是有好有壞啦 今天我今天不是爸爸 我也不用跟爸爸去搶 我相信爸爸應該不會去打DJ的怪物才對 但是又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爸爸是全包的話 假設他今天這個東西是沒有任何次數限制的 那也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瘋狂 對也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噁心 那就看情況怎麼樣了 而且這個遊戲還可以有一個最噁心的機制 就是他可以去包王 如果你今天在王的地圖的話呢 我可以選擇直接鎖定他 然後呢我們按設定這裡 這個道具使用 附近沒有怪物的時候呢 會自動使用蒼蠅翅膀 對這個地方就可以代表說 假設我今天已經玩到滿等了 假設這個遊戲是有上限等級的 那我可以就在這個地圖 永遠的包這隻王 其他怪物我也不想打 但我總覺得這樣會比較虧就是了 我覺得蠻奇怪的 好那接著是他的交易所系統 啊對還有一點我覺得蠻不錯的 像現在這個情況 這一點我覺得算是蠻還原經典R的樣子 因為大家都是在那個 比較多人活動的地方會在那邊拍AI嘛 AI也會蠻笨的嘛對不對 他就是隨便亂走隨便亂走 可能都會走特定某個區域 可是你看像在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AI都沒有走到這裡 而怪物呢都會生成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覺得算是一個 以遊戲的沉靜度而言 我覺得蠻沉靜的 反正就是其他地方的怪物被屠殺殆盡了嘛 然後其他地方生成 那這邊沒有人類活動的痕跡 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在某個地方 有一坨怪物密集在那邊了 等於是這個怪物的地圖 假設這裡是100隻 你在這邊被消滅掉很多隻之後 其他地方又會生成出更多隻在其他地方 而不都是同樣的位置 不同的怪物 同樣的位置同樣的數量 然後怪物不斷的生成 這樣的話就會有一種在玩遊戲的感覺 這是我覺得MMORP劇一個非常重要的沉靜感 雖然說現在遊戲少很多 但是這款遊戲這個地方還做的還不錯 還不錯還不錯 那接著就是這個遊戲該有都會有的 什麼懸賞任務啊 給你加經驗值啊 每天可以解六次啊 然後你可以去刷新任務 然後再去解更好的任務啊 副本啊 單人副本多人副本之類的 還有傲慢之塔 傲慢之塔的話算是一個 你領取被動經驗值的一個地方 那你打得越高 你的被動經驗值就會越多 這個到時候再詳細再去玩一下 那這個狩獵樂園是我最近才剛開的 我們也就到時候再看 反正應該都是一些獲得能力的地方 那現在商城的話呢 還沒有任何的筆值可以看 所以你不能儲值啦 不能儲值沒有筆值可以看的話 你也不能說這裡是多貴 但是能夠知道說的是 這個遊戲的錢真的是貴到一個爆炸 我現在玩的是弓箭手啊 弓箭手的話呢還不錯 他不用弓箭都可以射擊 但是我今天如果有裝備弓箭的話呢 他的傷害會再給他更高一些些 但是弓箭真的是有一點貴 一千跟箭矢一千塊 如果今天我要是贏箭矢的話呢 一千跟箭矢兩萬塊 這確定不是多一個零嗎 那我今天說我用箭矢就好 但是這個錢真的是不是很好賺的 對不知道說電腦版之後會 正式版之後會不會比較舒服一些 但目前為止的話 總覺得如果要玩弓箭手的話 後面的Zany應該會很缺 那這個遊戲什麼地方都要用到Zany 最重要的裝備強化的部分呢 也還是要用上Zany 才可以給他強化上去 來我們這邊按一下製作 然後裝備然後強化 你看我現在點一下就要2.5萬 我現在掛了一個晚上只有1.3萬 可能那個錢的部分到時候再想想要怎麼樣去弄 然後我掛了一個晚上就有580一個強化金屬耶 其實他的掉落率還蠻瘋狂的 真的是蠻瘋狂在給你的 那我現在順便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這把武器是加8 那我今天達到一把更好的武器 裝備上去 喔還是加8 所以他還是強化格子 那如果是強化格子的話就還好 不然的話以這個Zany花費的速度 要去拚強化 我覺得那個錢再多應該都不夠 那裝備金殿的話呢 我是剛剛才開放的 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 但是我現在已經沒有錢了 我要小好1萬3 那一樣啦 喔金殿的機率 一樣金殿強化上去有物攻跟破甲 破甲應該是破防吧 5以下失敗不會推金殿 5到10會保護等級 金殿的該等級 失敗不會低於保護等級 簡單來說就是5是一個保底 10是一個保底 那他的機率的話呢 目前還沒有顯示 我這邊的話也還不夠去升級 就對了之後到時候要升級再去拚拚看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水很多影片才對啦 好那這邊的話他還有一個VIP系統 但是VIP系統到現在都還看不到 如果你現在是登入遊戲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看到那個VIP獎卷的部分 那VIP獎卷的話會給你超大量的能力 其實攻速能那麼快基本上都是因為VIP1VIP2的關係 假設如果今天正式版也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VIP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他會給你非常大量的基礎能力 我先來看看這裡有沒有人有開 有了 就是這個契約的東西 他可以說超快速的攻擊魔法威力跟大量經驗加成 所以就也要等正式府出了才知道 還是說他有顯示在哪裡但是我看不到這個樣子 好啦以上這大概就是這個遊戲目前的樣子啦 你要說開服之後會有不一樣的改版嗎 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新世代誕生封測跟正式版的樣子也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就看他有什麼樣的一個更好的改動吧 當然啦課金是絕對沒有辦法避免的 然後你說要跟電腦版一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猜也是不太可能的 那你說這個皮呢 我這個硬要講啦 這個遊戲的皮最有那個味道 那至於皮以外的東西呢 就是跟現在的手機遊戲是一個樣啦 如果你能夠接受的話呢當然就還不錯 如果你不能夠接受現在手機的有玩的畫質的話呢 那當然這個遊戲對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換皮糞便這樣 好啦那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掰掰 1 1 5滴 3 2 用可不太不太過分 3 5